唐朝的侍女来到民国时代的国立故宫博物院 品尝到清朝的师傅所特别烹调的宋朝俗士东坡肉 基于中华民族之熔炉 包容各民族和谐、生存与发展 基于中华文化之博远 包容学习夕阳文化、东洋文化及其他文化 拜大陆观光客持续增温之事 国立故宫博物院2015年 总计有超过614万人次参观 成位列成为全球 最受欢迎博物馆 故宫名列第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毛宫顶以其器腹内壁的名文而为国之重宝 名文全长五百字 为迄今所知最长的青铜器名文 名文内容见证了西周宣王中心的历史 名文前段为宣王对毛宫的训告之词 文中叙述宣王于即位之初 缅怀周文王武王如何享有天命 开创国家 名文以古雅惊傲的文风 表达了宣王对毛宫的尊尊告解 殷切期待 任重道远之情 今日读来能令人为之动容 行至庄重 文是瑰丽的宋胡 是因为著作这件器具的人叫做宋 才因此得名 此类行至硕大的方胡 在歇洲晚期十分流行 这件青铜器 则是宋在典礼完成后 为了要颂扬天子的美意 荣耀先护公书和先母公侍两人 一方面借此表达魏敬的孝势 一方面祈求家族康乐大福 多往外年长命 祝祝这件青铜器 以作为宗庙祭祀的礼器 宗庙祝祝 名文一百二十二字 为西周丽王所制的四组乐器 造型严整 名词鸳雅 是存世最重要的天子作器 帝王为感谢上帝与百神的保佑 做此宗周宝中 以至功勋 以成宗庙奏乐 以其先王将福子孙 永保四方太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首具用则铺散意 乃及散用田 说明了分针的饮食 父式奎文 建议寿首三 祖式寿面文 双龙纹鬼 是一种石器 原腹圈足缩口以上成器盖 气身测出双半环耳 双耳下有锤耳 腹底有名文 作宝鬼三字 本件器物造型十分特殊 盖与器的文式连成一体 为双龙盘绕 器盖为两龙手 分别为柱状角与锥状角 装饰着灵阁文的身躯 则盘绕于婉形气身 显现出商末周初的创新与巧思 足部则以奎文装饰 则盒曲饼 饼身细长 前端有一节状凸起 饼尾端宽扁成雀尾状 通体是雷纹地支 寿面纹与葵纹 腹后前个是寿首一 有四人提量上 是入手 吸手各二 并是奎文 嗯? 风钧尾状 水 общем 现金 有四人看 有四人看 水 清白玉酌沉 堂锁张口 势在低红 画布游走 双翼虽贴于身侧 却作叙事带发状 看下长须垂胸 长尾异地 弃于辉凡 因曾经生庆手盘 表面多有生前破斑 辟邪的胸前可有欲致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骆驼跪幅在地 曲线柔和 本为汉代的原雕动物 入长清宫后 改为割晃毛笔的笔山 互布科有清乾隆房地的欲致死 欲从内缘外方从行 制作工枕 四面平枕 射井较短 射口内缘外缘均圆枕 孔壁垂直光滑 从井至尖成斜面 此器出射的方式 似与一般齐家文化风格的欲从不同 其切角较浅 而射井的部位经相当多的功夫模式 为预料属齐家文化常用的预料 因此仍定为齐家文化风格之物 以四个方转角为小眼纹的中心 自上而下雕琢十七节小眼面纹 其内涵与当时人们信奉的神鸟有关 陶龟是用来沉水 烧水的器具 发源于山东和苏北一带 是距今西元前4300多年至2000多年前的山东大文口文化 与龙山文化时期陶器的典型器物 同时白陶的出现 也显示新石器时代大文口文化晚期 陶器在胎土的选择和烧灶温度火候的掌握上 都有明显的提升 此气肩部阳手与心干累进 扶手奎闻的耳 及身上有圆窝吐起 及扁平湖雕鸟纹及沟重灵集 与湖南华龙尊敬 具有南方的作风 圆护圈竹 口圆外章的大型器 覆测出双护耳 护耳与气身可能是二次注接 气身是带身瘦面纹 瘦面下额表现明显的锯齿撞牙 下额后方有瘦爪 风隔近是西北纲M1400号 大目的雨及护好雨 气内必有名文 乃孙诈族己宗宝质量细兵 意思是说 你的孙辈们为祭祀族己 铸置一件宝器大顶 用来盛放精美的粮食 以沉寺于宗庙之上 边中陈祖八件各有刻名 颠读共132字 记载靖文宫崇尔流亡19年后 返境掌权 及靖楚陈樸之战等重要史实 作戏者子范 及靖文宫之舅父孤殿 梁宇全横 乃是秦代未统一全国梁痕制 而由观骨斑花作为渡梁痕的标准细致用 佳梁 此气圆筒形 铸于气表上的名文漫幻不清 约216字 详细地计数了铸器的原油 以及各部位的容量及尺寸等等 全气一共分作五个疗体 全气一共分作五个疗体 灰桃家彩饰女泳 表面白桃衣上原来的彩绘多半脱落 但造型仍充分表现圣堂饰女大忌宽衣丰厚微体的形象 圣堂女子 尽上肥体之美 健康自信的身材 为其他时期所罕见 其风气直到晚唐五代 仍不衰 以健康可爱的男孩的造型 为整 低频的背部为整面 或有疑难整的意涵 祈求多子多孙 但造本器的将者 又在背心背部刻画禅枝母丹文 暗示此为衣锦华丽的富贵小儿 此器兼采刻花印花 是宋代此雕塑中的上臣佳作 北宋汝瑶拥有青瓷之魁的美誉 此件莲花式温碗是同行器中举世唯一的传世品 全器施青柚 柚直云润 色成蓝装带青 气表满部细密开片纹 口言圈足和底部柚薄处 微线粉红色光泽 整体气质静密典雅 可称为陶瓷工艺的代表作 全器内外满施青柚 色成粉青 细碎的开片 掩映于凝润如玉的粉青色柚中 全器施粉青柚 柚层厚而云 光泽银润 有不规则的大开片 造型典雅 尼线因照后佑而线条柔和 初几零原处则映黑胎色 天愁瓶是明初江西景德正瑶的创新之器 造型饱满 青花龙为三爪 木木回首 棕鼠飞扬 刻画细腻 頗有气势 使用进口金料描绘花纹 烧制过程中有自然形成的铁结晶斑 更显出龙的兇猛有力 栩栩如生 是永乐时期龙文青花瓷器中的典型之作 胎质细腻洁白 碗壁薄 足壁较厚 全器施透明佑 圈足着地处露胎 一件气声内壁追拱双龙文 另一件则为五龙文 两件碗星皆刻由永乐年制双型四字传书款 款式外加花边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明朝开国皇帝 明朝开国皇帝 姓朱 明元璋 年号鸿武 好周人 幼姑 入皇爵寺为僧 圆末群雄并起 有雄才 已募一成帝业 文字幕提供 为太祖作相 比比工整 风格严谨 拂面巨大气派堂皇 画中皇帝头戴乌纱折角向上巾 身着圆岭织金盘龙黄袍 端坐金服手矣 容貌风伟 虚短而黑 当值盛年 录制明代画家 攻写生德徐黄一役 点染花鸟竹石 往往天造 山水受无门派影响 也吸取宋代怨体和清律山水之长 用笔静俏 景色齐显 意境清朗 自具风格 在无门派画家中具有一定新意 与陈纯并重于世 与陈纯并重于世 这是狼士宁的前级作品 院管用动画呈现 在长达七公尺的长卷上 描绘着秋季木放马群的形象 姿态各异的骏马百匹 尤其在草原林木之间 透过细腻的光影变化 呈现出精致的写实特质 冬奇称 善书画 副收藏 由今见赏 刑凯之庙 称绝一代 本卷未数年 按风格排笔 因为晚年之作 行笔 较早年行草诗卷之清零 与中岁杜绿册之还原 更多些沉着及转折变化 已将怀素大草自然 融于本色之中 苏汉神笔下的儿童形象 所浸润的富贵气息 也正符合宋代的社会风貌 宋代社会相对安定 北宋的开封 南宋 杭州 都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商业都市 清明上河图 货廊图等 都清晰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 酸泥其实就是古代的狮子 这张大画里 一头狮子正行走在水流很急的西边 壮瘦的体型几乎占满了整个画面 展现出熊壮威武的气势 画狮子的线条非常工细 棕毛几乎是一丝一丝的工画 相较之下 背景就显得豪放许多 充满对比的效果 充满对比的效果 中文字幕统筹 中文字幕统筹 并去为混搭风 故宫南院织品展厅 穿上亚洲 织物的交流与想象展 以院藏中国、日本、西藏、印度、印尼等亚洲 织品服饰 呈现17世纪后 贸易往来下织物跨域的交汇和融合 华夏大陆栽桑养残 孕育了丝绸文明 藉由朝贡与贸易往来 东起日本、西至西藏 无论是织造技法或文式传统 都可见到中华织绣文化的影响 凌家是梵文Linga的音译 是师婆神的一种样貌 凌家即是以男性生殖器的样貌呈现的师婆 乃源自于古老自然崇拜中的生殖崇拜 就目前已公布的资讯 包含此件 越南境内仅存两件 全世界各公司收藏总计仅其大约15件 多数仅存头像或造体已残破 本愿此件造体相对完整更显珍贵 入口 魁武器 有な敌人 联合 联合 一 積来 具体 百死 三 百死 百死 橢圓形棄生 奢口 生殖壁 周壁太古轿毛 地族越厚 平底 底圆突出一道窄边 四个边角各街以云头形短足 才满右之稍发稍至 通体师清右 橙色浅日 右面满部开片 气内色泽浅淡 外壁颜色偏灰 局部泛现粉色光泽 前隆时期 瓷器与康熙雍正齐名 无论瓷烧制造 技术工艺 器具外形和创新 都是我国历代瓷器及大臣之时期 最后仔细看看 与台北故宫的明朝青花云龙文天球瓶 有什么不一样 平复分内外两层套平 平复分内外两层套平 平复内层是浅青湖绿色右背景地 以粉彩化水草 落花及金鱼 内层自颈部可以转洞 使面上所绘之水草鱼文做油洞状 顾名转心瓶 契外底诗胡绿佑 书有大清乾隆年制 青花传书款 明代晚齐大型茶壶较为流行 院藏明代茶壶数量不多 隆庆茶壶则仅见此行 玉米琢落 玉米琢落 顶抹的白痴 黑丽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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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屏风所牵绿色闪玉 曾被误认为灰玉而定名为翡翠屏风 1990年代经过专家鉴定 再度改回碧玉屏风 依其雕制记忆与风格 这件雕像牙透花套球 应出自于清代中期以后 广东牙匠之首 清代南派牙雕工艺之连练 博文牙丝边缀与护城象牙球等 在北京内庭又有先公之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此器利用玉枝原色 施以巧酌 以绿色部分酌为菜叶 白色处施作菜参 酷似食物 叶上并酌二装丝 为故宫所藏 巧作玉器中 最受人瞩目者 为人计国宝之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4日美食中 食阴类的玛瑙、碧师等 亦因为具有特殊且 评计減的快乐 多样的纹理与色彩,而经常诗以巧雕。 院藏名品、青、肉形石及碧石类矿物, 其纹理层层堆叠, 亦将具此天然特征在予以加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与表面细密钻点,除营造毛孔的效果外, 还使质地较为疏松,异于染色。 其次便是将上层染成褐红色, 像是肉皮经过酱油一般, 让明明是冷硬的石头, 却令人联想东坡肉鲜嫩多汁, 入口即化的好滋味。 真可以说是天人间最有默契的巧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雪兔》为国中时期元旦系列的第二件作品, 现今画质已泛黄,色彩也退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雪兔》为国中时期元旦系列的第二件作品, 《雪兔》为国中时期元旦系列的第二件作品, 《雪兔》为国中期元旦系列的第二件作品, 《雪兔》为国中期元旦系列的第二件作品,